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哈密瓜哥哥 大家好 我是優格姐姐 優格姐姐 我告訴你喔 我有一個小夢想 我就是希望可以買一棟 屬於自己的房子 真的耶 可以買一棟自己的房子 但是呢 因為優格姐姐還買不起房子 所以現在都是用租的 用租的 沒關係 我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要折的呢 就是房子 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喔 而且呢 用色紙就可以折出來的小房子喔 對 那我們趕快來 一起玩折紙 折紙好好玩 第一個步驟 先把色紙對折 然後打開 另一個方向 對折後再打開 接著 兩邊向內折 變成長方形 然後再往下折成正方形後 打開 沿著虛線兩邊向內折 再打開 接下來 打開虛線的地方再壓平 再把下方的正方形往上折 最後畫上窗戶跟一扇門 房子就完成了 一起來做屬於自己的房子吧 那小朋友先把色紙拿出來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要先把正方形 變成長方形 把色紙對折 腳對腳 可以放到桌子上 比較好對齊 我們要把線壓得很清楚 壓一壓 看一下喔 原本是正方形的紙 對折 把折線壓清楚 中間就會出現了一條很清楚的折線 好 小朋友可以確認一下 自己有沒有折出這一條很清楚的折線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利用中間這條折線 把兩邊折進去 旁邊這條線 對準中間的這條折線 折好 好 對齊中間的折痕 對齊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壓一下 用手指頭 我們稍微壓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喔 原本呢 是這樣子 中間有一條線 我們把一邊折下來 對齊中間的這條折痕 就會變成這個形狀 下面我們一樣往上折 同樣的步驟喔 好 一樣對齊 對齊好之後折一下 就像關門的感覺 對 好 門關好之後呢 小朋友們拿起來看一下 好 有沒有長得像這個樣子 我們剛剛把門關起來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往下 對折 對折 一樣呢 我們要腳對腳 對齊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擺到桌上壓一下 好 再看一次喔 原本是關門好的形狀 原本是關門好的形狀 對折下來 腳對腳 把中間這條折線壓整齊 就變成這樣子了 有沒有跟我一樣呢 就會變成小正方形 對 好 那我們打開來 看一下 自己有沒有折出像這樣子的 折痕 好 都有折痕之後呢 接下來也是關門的動作 我們要像這樣 對齊我們的折痕 對齊好之後呢 我們就要壓一下 那我們可以擺到桌子上 會比較好對齊 好 兩邊呢 我們都要把門關好 把它壓好 最後會變成什麼樣的形狀呢 小朋友可以拿起來看一下 有沒有把門關好 像這樣子 對齊中間的線之後 把門關好之後呢 會變成正方形 正方形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正方形 打開 把這個袋子打開來 翻上去 接下來再把這個角 也折進去 壓壓 這裡壓平 這邊折好之後呢 另一邊也一樣 所以呢 我們折好是不是會像這樣子 有點像小船的樣子 如果把它倒過來的話 對 這邊就有一個翻船的感覺 小朋友都有跟上這個步驟嗎 有 那接下來 我們要把房子的形狀 折出來了 把下面呢 像這樣子 往上 往上 哇 往上 而且呢 因為剛剛有一個折痕了 對 所以非常輕鬆的 就可以把它往上 那我們要把房子蓋好呢 我們就可以把下面這裡 再把它壓整齊 對 像用手的力量 壓清楚 對 我們再把房子的邊邊 也都把它壓清楚 邊線都再壓一次 因為呢 我們要蓋出 比較堅固的房子對不對 對 接下來呢 我們要拿出畫筆 畫上 門 還有小窗戶 好 開始 我有一個圓圓的門 那我想要圓圓的窗戶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想要 什麼樣形狀的門 什麼樣形狀的窗戶 都可以 嗯 然後你要看你的門要多大 我要超級大的門 哇 我的窗戶 寫起來好像一個國字 我的窗戶畫起來好像一個 小妹妹 沒有 好 我畫好了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窗戶呢 寫起來像是一個田字 我畫了一個圓圓的門 還有一個小把手 這個就是哈密瓜哥哥的房子 那我們來看優格姐姐的房子 你們看我的窗戶呢 是有像那個有窗簾的 有看到嗎 然後呢 旁邊我畫了一個好大的門 而且是雙門嗎 對 兩個門 兩個門 可以更多朋友一起來玩 好棒喔 小朋友 妳的房子都畫好了嗎 都畫好的話 我們房子就完成了 完成了 第一個步驟 先把色紙對折 然後打開 另一個方向對折後再打開 接著 兩邊向內折變成長方形 然後再往下折成正方形後打開 沿著虛線兩邊向內折再打開 接下來打開虛線的地方再壓平 再把下方的正方形 再把下方的正方形往上折 最後畫上窗戶更一扇門 房子就完成了 房子就完成了 按下方的正方形 1 2 2 1 1 1 2 2 1 1 1 2 2 2 3 2 我愛滋滋 滋滋 好好玩 歡迎雨昕還有惠妮 跟我們一起來折房子 歡迎雨昕 大家好 我是雨昕 還有歡迎惠妮 大家好 我是惠妮 現在小朋友趕快跟著我們 一起來折房子吧 那我們先把色紙準備好 都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 第一個步驟 我們先把正方形 變成長方形 像這樣 腳對腳 好 然後我們擺到桌上 對 擠好之後呢 用我們的小幫手 就是手壓一下 壓一壓 把中間的折線折出來 好 折好之後 小朋友們拿起來看一下 有沒有變成長方形 有 那我們打開看一看 有沒有這一條折痕 這一條 都有對不對 中間都有一條線出現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把兩邊 對其中間的線折進去 關門 這邊也關門 好 把線折出來 一起來做 那我們擺到桌子上 壓一壓 那把門關好 所以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要往中間折 然後壓一壓 關好門 關好門 壓一壓 好 關好門之後呢 就會變成這樣子的形狀 所以我們剛剛中間的這條線 兩邊往內折 把門關起來 旁邊的線壓好 就會到這個形狀了 小朋友檢查一下 有沒有都到這個形狀了 有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它往下折 像這樣子 往下 好 要對齊好我們的腳 對 對著 然後對齊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壓一壓 用我們的小幫手 好 所以原本的長方形 折起來就會變成 正方形 哇 雨昕很棒喔 好 雨昕 那我來看看 你打開來中間有沒有一條線 你看 雨昕打開來 中間也有一條線 小朋友都可以檢查一下喔 這裡有沒有一條線 惠妮也有了嗎 打開看一下 有 有一條線囉 那小朋友 我們要繼續下一個步驟了 好 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把上面往下對齊 剛剛中間的那條線 我們可以慢慢折 沒關係 對齊 對齊之後 一樣用我們的手壓一下 那下面也是一樣 要把它往上折 對齊中間的線 是關小門的感覺 對 剛剛是關大門 現在關小門 那我們可以擺到桌子上 把我們的門關好 雨昕 你們家平常門 有沒有都關好 當然有啊 當然有啊 不關好很危險耶 對 不關好很危險 所以如果我們家裡的房子啊 有門的話一定要把它關好 可是我小時候 去阿嬤家的時候 我阿嬤家的門都沒有關耶 因為比較郊區鄉下的地方 大家都會比較信任彼此 對 不太一樣了 對 好 關好門之後就變成正方形了 檢查一下有沒有像這樣子 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 都有嗎 有 好 那下一個步驟囉 下一個步驟 我們一樣把小門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 小朋友還記得我們中間有一條線 然後上面我們剛剛折出了一條線 我們沿著中間這條線 還有上面這條線的這個正方形 畫出一條斜線 用手指頭畫出一條斜線 然後把這裡打開來 沿著我們剛剛畫了一條隱形斜線 折下去 把袋子口打開 壓好 這個步驟我們可以放到桌子上面做 然後你這樣子的 三角形才會變得比較漂亮 壓好之後 然後再把這裡 捏出一條線 好 阿嬤瓜哥哥先用一邊給大家看 原本是這樣子 我們用這一條線 隱形的線 打開來 壓下來 然後把上面這裡 壓下去 這個腳 捏出來 沿著這個腳折出一條折線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動作 把我們的口袋打開 然後線對線 對齊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壓一下 壓好 就會有一個帆船的樣子出來 對 帆船出現了 惠妮你有沒有出現帆船的樣子 有 像這樣 對 沒錯 這樣子就會有一個帆船的樣子 對 那語心我來問一下 這個地方是房子的哪個地方 屋頂 屋頂 沒錯 小朋友有沒有跟我們一樣折出屋頂了呢 有 有 有 都折出屋頂了 那接下來我們把下面這個地方往上折 折上來 折上來 然後壓一壓 壓一下 哇 我們房子的形狀就跑出來了 看一下 哇 惠妮的房子的形狀也出來了 雨昕跟我的房子都是橘色 它是小房子 我是大房子 我們的房子也完成了 那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也都完成了嗎 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拿出我們的筆 好 因為呢 房子有什麼 惠妮 你覺得房子也會有什麼東西 還有 窗戶 窗戶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是要讓你進去的地方 那個是什麼地方 門 那我們現在就用我們的筆 畫出我們的窗戶還有門 開始 看看你想要畫出什麼樣的門 什麼樣的窗戶 什麼樣的造型都可以喔 發揮你的想像力跟創意 對 看你的窗戶啊門啊要擺在哪裡 我畫好了 我也畫好了 哈密瓜哥哥的呢 叫做愛的小屋 我畫了一個愛心的窗戶 然後還有一個像M字形的門 真的耶 長得很不一樣喔 那我們看看惠妮的 惠妮她的名字叫什麼 甜蜜小屋 甜蜜小屋 哇 看起來真的很甜蜜耶 有兩個愛心 而且旁邊有像圓朵的東西 好可愛喔 那雨昕的房子 你要把它叫什麼名字 彩虹小屋 彩虹小屋 而且她的窗戶是畫在屋頂上面的 然後有一個門 而且她還記得有畫一個大大的門把 這樣麻麻大大的手才可以把它打開 真的耶 那優格姐姐畫的呢 我把它取名為開心小屋 開心小屋 因為我很喜歡看窗戶外面 所以我幫我的房子加了兩個窗戶 看窗戶外面的時候就會好開心 所以就叫開心小屋 小朋友 請問一下你的屋子畫好了嗎 如果都畫好的話 我們的屋子就 完成了 第一個步驟 先把色紙對折 然後打開 另一個方向對折後再打開 接著 兩邊向內折變成長方形 然後再往下折成正方形後打開 沿著虛線 兩邊向內折再打開 接下來打開虛線的地方再壓平 再把下方的正方形往上折 最後畫上窗戶更一扇門 房子就完成了 現在我們要為自己的房子畫上漂亮的風景 我們剛剛折好了房子 然後準備好圖畫紙以及色筆 就可以開始來做畫了 那小朋友可以想一下 希望我夢想中的房子長什麼樣子呢 或者是想一下我們家裡附近有什麼都可以畫進去 也可以畫出一張家裡的地圖 那我們現在就把房子貼在圖畫紙上面吧 開始 好 我們先用雙面膠 對 小朋友在家裡也可以用口紅膠 膠水 只要你可以把它貼在圖畫紙上面都可以 黏起來 好 也貼好了 黏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發揮我們的創意了 創意 合流 雨昕 你夢想家裡旁邊的風景是什麼 有山 有山 跟我一樣 它它的山 我也很喜歡有山 那如果我把山畫成紅色的 它會變成什麼山 火山 火山 真的耶 聰明喔 不錯喔 變火山也不錯 變火山 我想要畫我喜歡的小動物在旁邊 小動物 優格姐姐的房子有養動物 像哈咪瓜哥哥就喜歡大自然的風景 因為現在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住在高樓大廈裡 那很少去鄉下住那種紅瓦醋 紅瓦醋 紅瓦醋 台語叫做紅瓦醋 而且我小時候啊 去阿嬤家的時候啊 都會有干媽店 干媽店 為什麼 那是干媽的 你不知道干媽店嗎 我當然知道 我只是想要問說 你都去那邊幹嘛 去那邊買我喜歡吃的零食啊 我也會耶 可是要經過爸爸媽媽同意就是了 對 對 我要先來介紹我的畫作 好啊 好 我們折好一個房子 就可以聊好多喔 畫一張圖 讓我來介紹我夢想中的房子風景 你看 有陽光 而且還有一個橘色的房子 橘色的房子是稻草屋 稻草屋 旁邊有剛剛雨昕幫我說的火焰山 火焰山 可是因為火焰山很熱 沒有食物 所以我前面種了很多食物 妳看 優格姐 妳來猜猜看 好 我這個是紫豆豆 紫豆豆 紫豆豆 那妳猜這個是什麼 山藥 不是 這是 小麥 這個妳應該也可以猜得出來 玉米 答對了 好開心喔 玉米 我剛剛說我有養個小動物 妳猜這是養什麼小動物 蕙妮妳猜 哈密瓜哥哥養這是什麼 欸 猜猜看 猜不出來嗎 牠有四隻腳一個頭 畫得不像嗎 很像啊 很像啊 會游泳的 這是我很像 蜈蚵 答對了 就是烏龜 這就是我火焰山的愛的小屋 哇 好棒 那蕙妮妳完成了嗎 完成了 那妳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妳的小屋 妳這是什麼小屋啊 甜蜜的小屋 住在山上 住在山上的甜蜜小屋 那妳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妳看 這個是什麼 彩虹 還有一些小花 還有一些雲跟草 哇 好棒喔 介紹優哥姐姐夢想中的小屋 我這個呢 是有最喜歡的小狐狸的愛的小屋 小狐狸 對 這一隻就是小狐狸 有像嗎 很像 很像 謝謝妳 剛剛優哥姐姐一開始就畫了我的河流 因為我希望我住的地方 天天都可以去游泳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游泳很棒 哇 滿有趣的 那我的愛的開心小屋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雨昕的 有高山 好色彩 對啊 很多色彩 那妳也幫我們介紹一下 妳的夢想中的小屋在哪邊好不好 在山上 在山上 兩座山的中間 對 而且它一樣上面也有彩虹 真的耶 然後還有藍天 以及太陽 還有瓜哥哥發現小朋友都滿喜歡彩虹的 因為五顏六色很繽紛 很美麗 而且我覺得小朋友的畫跟大人的畫很不一樣 就是 你們看一下 看一下 我們全部拿起來 看一下 你看小朋友的顏色都用得很繽紛 對 像我的啊 就用得比較暗沉一點點 那我的呢 我的是不是沒有什麼著色啊 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 所以小朋友在畫的時候 你可以想想看 你喜歡什麼樣的風景 想要把你的小屋住在哪邊 一個摺紙 就可以讓你做出一幅美術作品喔 小朋友在家裡都可以想一下 要畫些什麼呢 要加些什麼呢 然後像這樣子 爸爸媽媽也可以幫忙你提供意見 對 記得下次再跟著哥哥姐姐 一起玩摺紙 摺紙好好玩 那我們再繼續幫我們的畫作完成 我要左色 我要讓它五顏六色 好 我要再把它弄彩色一點 對啊 會要畫像彩虹 我的顏色太少了 紅 橙 橙 我房子已經是橙色了 今天教的房子是不是很簡單呢 你的房子出現在哪裡 是在山上 海邊 還是花園呢 趕快分享給我們看喔 下一集 哥哥姐姐要教大家摺的是 烏龜 小朋友 準備好你的色紙跟色筆 我們下次見 拜拜